Everybody get up 超模吐槽见到自己的颧骨就想翻白眼 最终靠整容力量 那为什么刘涛还没有改变前老十岁的脸型啊 老颜高颧骨的右脸密码 老颜或童颜 颧骨一锤硬阴 仰看私信发现啊 常常有颧骨根本不突出的宝宝 觉得自己颧骨突出 不要瞎搞自我诊断啊 想明白啥是颧骨高 先要知道颧骨是啥 颧骨的整体分为三部分 颧骨的正面高点区域 颧骨与颧弓的转折部分 最后颧骨与颧骨的过渡区 为了方便宝宝们理解 仰将这三个部分 放入另一个衡量维度讲解 分别是颧骨高点突出度 颧骨宽度 颧骨外扩角度 颧骨高点向前的突出程度 这个问题下次详细讲给同学们 这期重点讲讲颧骨外扩 仰教大家科学判断颧骨外扩 测量颧骨最宽的距离 确定颧骨最高点 明显往外摸 摸到颧骨圆的位置 确定两点距离 而面宽比全面宽小于0.75 才称得上是颧骨复合体肥大 也就是颧骨外扩 确定如果真的是颧骨外扩 选择什么样的改善方式 还要看脸长与脸宽的比例 脸的最优长宽比是多少呢 1比0.618 本来比例正好或脸长 适合选择自体脂肪填中太阳穴 曾五天告别突颧骨 脸宽 适合选择膜骨或结骨 国内比较常用的口内入路L型 颧骨结骨降低术 或者各种衍生改进术式 主要思想都是把突出的颧骨 颧弓推进去 手术需要剥离部分颧骨支撑的软组织 和颧骨支撑体积减少 术后很有可能会面临 面中不组织松 面中不组织松垂 面中不组织松垂 抱着知足常乐的精神 定仰学一招 视觉上改善全弓外托的方法 摸骨阴影修容法 加强全弓下方的死亡阴影 就不要用了 正确方法是 摸到自己全弓位置 在突出的全弓位置打阴影 并过渡到并角处 腮红选择明度和饱和度更低 甚至接近阴影色的色号 不要打高官或者饱和度过高的腮红 会吸引大家都看到你的高颧骨 对比一下 是不是脸型顺多了呀 这些突兽风塔样水 俺会圈骨里打死先 你们真这么厉害 能不能先把自己推好坎点儿呢 再出来和大家行不行 真的是风球了